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來拍一拍一條影片關於Pocket MMO Pocket MMO 就在6月15日出了一條影片 就是關乎十周年的影片 這個影片只有Bilibili才有 為什麼呢? 因為這班是由中國管理員去到製作的十周年影片 YouTube 你是完全看不到的 YouTube好像沒有MMO的官方頻道 但是這裡有 至於這個影片是怎樣呢? 也不太大給大家看 我播一些音樂 音樂應該有版權的 我們播三秒吧 就有三秒給大家聽 這個宣傳片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 過場就是有不同地區穿插 即是有這個風源 又有神奧 又有合縱 又有關東 很多地方 其實作為這個宣傳片也挺吸引的 但是重點就不是這裡 重點就是他介紹這個遊戲的系統的時候 非常之特別 社區聊天 大家都知道裡面可以聊天 可以在裡面打字 沒什麼特別的 那麽敷彈 在MMO裡面來講 供應都可以的 即是他不會破壞到這個 即是不會破壞這個市場 亦都可以 有價值 OK 下一個 那麽全球對戰就是這個 可以進行一些 非正式的一些比賽 即是一些對戰 沒有什麼特別的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自由交易 OK 這個自由交易 就是MMO裡面最特別的交易行 這個可以隨意地 放東西上去 等人買 好 其他那些就沒什麼特別 就是講述你 這個中國管理員 那幫管理員的一些 一些活動 就是一些影相活動 曾經我都試過 拍過的 OK 拍攝就是由中文版主團隊 製作就是這個 BigSmartJC XI OK 好 這條十周年影片 就先看這麼多 沒什麼特別的 但是當然 今天這條影片 就不會是這麼簡單的 這些影片 其實最好看 並不是影片本身 而是影片下的一些留言 我們來看看 這個 這個就說 這個腳本 也就是一些程式 程式又搞不定 市場還搞資本的壟斷 活動應該 應該夾了 應該是講死完又死吧 R.O.P.的價格是一波三折 應該是又升又跌 R.O.P. 我記得好像是一些點數 一些 比較貴價一點點數 一些 用來好像買東西 好 交易自由 另外Mega和Z都沒有 有很多東西都是做爛的 撐我上去尷尬死去 因為這是一個官方的頻道 所以這麼多人說 好 不爆料 新活動 全部管理手口 魚瓶 也不整治市場 要它有什麼用 即是說一些中國管理員 好 下一個 如果你看到這個信息 麻煩請你處理一下 既然你們入住了這個地方 可不可以看看這個地方 有多少人大肆宣傳這個程式 難道你們是沒有辦法管理這些程式 還是你們本身都是隻眼開隻眼閉 老實說 開程式一定要知道 因為透過它的動作 是不是完全重複 其實已經知道了 除非現在的機械人 可以像人類那樣 有些不規律的動作 例如可能蛇形走法 OK 下一個 第二個問題就是 眾所周知這個MMO 是禁止了現金交易 但據我所知 有一個中國盟的管理員 公然在黑屎裙 買這個時裝 即是一個小圈子的買賣 還有密買和他家做些日子 要不要安全 即是一些幫他打定底 即使做這個都不會被人封 使用這個特權 OKOK 那基本上那些他所說 就是這些 現在的管理很多事情都很差 尤其是他說第一個這個程式 其實都已經很大的問題 一隻MMO如果出現一些自動化程式 然後官方沒有打算去處理的話 其實這個功訊力都可有可無 曾經我記得黑色沙漠也有很多自動的程式 然後官方又不去處理的話 最後有一班玩家就去到黑色沙漠官方的直播頻道 在使用不處理外掛等等 基本上現在這個情況也是這樣 遲早會出現這些情況 好,這個問題看完我們看下一個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OK,到這個了 垃圾遊戲玩什麼削什麼 我都賺... 我都沒有話說 賺少少遊戲,不斷削 玩小偷沒多久又不顯示攜帶 攜帶物出現,概率一直改 那一玩中樹 木子果近身直接是百萬多元 這個也是提及到它對MMO的政策有點不滿 因為都合理 是一個合理的抱怨 因為其實MMO的確在這方面做了很多更新 對,譬如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是撿垃圾 那些...不是撿垃圾 一開始賺錢應該是靠打管主 很基本的 三個島裡面全部都用... 即是全部對戰賺回來的錢 但現在就因為改弱了護符金幣 所以基本上很多賺錢的手法都已經被人改弱了 護符金幣變成時限制其實是一個很白癡的更改 因為原本Pokemon就不應該是時限制的 護符金幣 基本上就...極度奇怪 好,那下一個看看有什麼留言 好,那這裡都有說到 B站那麼多關於腳本介紹 你還不快過去封好 在這個地方其實有很多自動化程式的教學 在這個平台裡面 那...老實講 呃... 官方要處理的腳本其實就不是說難 我剛才也說過了 只要根據那個人的動作 是不是完全一樣 即是完全在30分鐘內做同一樣的事情 完全沒有任何改變的 那一定是機械人 那對於這遊戲我只有兩個評語 垃圾 首先是一些垃圾的營運方式 剛才也有一大群人說過 就是一些內容很多都削弱了 賺錢手段削弱 什麼都削弱 中果實也削弱 然後護符金幣偷東西也削弱 基本上... 看見玩家厲害哪樣 他就削弱哪樣 他就削弱哪樣 使你賺錢極度辛苦 極度辛苦 困難的時候 那你就想課金 課金買個VIP券去 不知道拆閃還是什麼 總之就是想你課金 然後就是一些... 胡亂封人 大家可能... 這個地方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被人無理 被人封鎖了 但我在留言裡就找不到這麼多 因為他有2400多個 我就找不到 但是分享我自己的經驗 那我MMO是被人封鎖了 那就是因為... 他說我說謊 和共享帳號 所以就封了我的帳戶 詳情就在以前的網址可以看到 至於簡短的話 就是我被人偷入帳戶 然後拿走了我的精靈 之後就... 之後就... 我回報官方 但是官方就說 我覺得是我自己自導自演 好像跟朋友分享帳戶 所以就封鎖了我 所以整件事就很... 很神經的 因為我真的... 完全沒有共享帳號 我不會這樣共享帳號 就是共享充銷給人 不會那麼白癡的話 然後我還要 我受害人還要被人Bank帳戶 你說是不是白癡呢 其實MMO對我來說 很多回憶 但是這個回憶已經是... 沒有了 這個回憶已經沒有了 除非他解鎖我的帳戶,然後再道歉 首先叫那隻紅出來 如果那隻紅不出來的話,我以後都不會玩 我只是不斷地出片說這個遊戲是一個垃圾遊戲 那這次的影片來到這裡,我們下次看看會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